Button 02好了 那第一步就完成 所以記得它基本流程是 介面設計 設計完給它ID ID之後的話呢 再切換到Source裡面 Source裡面呢 第一個 反正流程都一樣嘛 宣告 連結 宣告再做一個連結 FindMe把ID連結 那都是基本規則 所以你剛開始覺得 喔 怎麼要記這麼多 其實以後反正就是一樣嘛 啊 宣告連結 再來做什麼呢 事件 Listener 反正就是這樣嘛 那以後如果說 你做久了 大概就知道了 或者說你反正準備一個地方 有Sample Code Copy貼上也可以啦 那初期你可能會用複製貼上嘛 反正 那久了之後 甚至你自己都打得出來了 因為看久了也大概知道它的規則 那做好之後的話 有個B1 B2 B3 三個按鈕 那如果說我今天 RUN出來之後呢 這個是40 這個是20 可是它是固定的 一下放大一下 那假設說我今天 按縮小 它就一直縮小一直縮小 放大就一直放大一直放大 那你就必須要怎麼樣呢 第一個你要先取得有沒有 現在字型的大小 第二個呢 再把現在的字型大小 假設要放大就是加2 有沒有按一下就加2 按一下就加2 然後呢 縮小的話呢 取得現在的字型 再減2 再設定它的字型 好 那你就必須要有個概念 因為不管哪一種語言 程式設計都一樣 一定會有所謂的什麼呢 變數 變數的話呢 是暫時存放什麼呢 存放我需要放的值 那這個值就是我目前的字型大小 所以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呢 我們 只是大概講了 Java部分 那Java怎麼宣告呢 首先你要第一個知道說 因為呢 這個字型大小需要的是哪一種 哪一種 哪一種資料型別呢 F嘛對不對 是float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的話 先宣告一個float 可以在這邊宣告 比如說我今天宣告一個float F float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輸入一個float 宣告一個float 宣告一個float 它的名稱 比如說叫做ts 好了 就是textsize的縮寫 好 那就是 暫時可以存放在這個變數裡面 那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可以 size部分 我們是直接就給它值 可是呢 我假設說我今天是希望 先取得現在的size的值 根據現在size的值呢 所以 怎麼取得現在的size 這邊一個t1 好 點 那特別注意喔 不管哪一個屬性呢 只要有set 就會有什麼呢 就會有相對叫get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get get什麼呢 一樣嘛 test